市長好 市長大巨蛋的疏散問題啊 這方面會要求今天公司的改善嗎 對昨天當然我們大巨蛋 首次舉辦中華職棒總冠軍戰 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 也湧入了四萬多名的觀眾 以及球迷朋友 也創下了中職總冠軍戰 單場最高票房一進場人數 所以我想這絕對不只是台北的驕傲 也是全台灣的驕傲 那當然昨天獅項大戰 這個吸引這麼多人潮 當然在散場的時候確實發生 短時間湧入非常多的民眾 進到捷運各戰口 所以我也請捷運公司來檢討 也就是未來我們在大型賽事 以及活動一定是要超前部署 昨天他們確實也設了指揮中心 也加派了39個人力 當然 短時間有這麼多人 一定要提早 對於包括手扶梯的管制等等 我想今天 捷運公司就會做相關的安排跟管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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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一些整體的規劃安排 我想今天公司一定會確實來確保市民朋友的安全 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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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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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你來撿嗎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小心 小心 可是有件事情確實不能夠再等 我必須說大巨蛋 就在剛剛 遠雄竟然沒有正式回復市政府 包括昨天議員提到的 很抱歉 我要給他一個標籤 他是不是叫做特權的包廂 他的VIP 今天沒有給市政府一個明確的答案 竟然還剛剛發新聞稿 直接來跟市政府嗆瞎 我必須用嗆瞎兩個字來形容 我不曉得市府等一下可不可以在公開的時候 先給記者媒體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議會一個 基本態度的立場說明 我認為喔 不管是台北市議會還是台北市政府 沒有人可以接受這樣的BOT 也沒有人 全台灣也沒有人應該要承受遠雄這樣瑕疵的巨蛋 就算是BOT 那是市民 大家共同維護的資產 沒有人應該要承受這樣的攻擊 以及這麼無理 這麼蠻憨 這麼傲慢 的回應方式 民意代表監督市府是我們的天職 市府守護我們的資產 也是你們的義務 但今天我們應該要坐在一起 面對這樣的廠商 市府請拿出強硬的態度 有任何的困難 不分到黨派的議員 我已經說過藍綠白的議員 如果在台北市議會有任何的共識 大巨蛋 今年是大家一直都當你們的後盾跟靠山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 竟然還今天發這個新聞稿來做嗆一下 是非常的傲慢 總召有關心喔 就是大巨蛋 所以大巨蛋這部分 體育局會有很清楚的回應 但我這邊基本是否立場 捍衛市民的權益以及市府的立場 我們絕不妥協 一切依法依合約來進行 所以包括之前 不管是漏水的問題 以一套更換的問題 我們都是規定要求 遠雄進行改善 我想這樣的堅定立場的態度 不會變 我們也會堅持 所以 至於細節的部分體育局 會做清楚回應 坦白說現在你三位副市長都已經補齊了 那我覺得台北市政府少一位黑臉 你是一位 這個大家都看得出來說 在市政作為上面 在行政機關的這個立場上 你都有守住那條依法行政線 但是你對於剛剛不管 我們所有議員提出來 有一些沒有政治意識形態 需要市政府要強硬起來的議題 你有講出魄力 但是我希望台北市政府要有人當黑臉 要拿出戰力 不然其實像剛剛這樣的態度 我相信大巨蛋遠雄 他會用一樣的方法 來面對市府跟議會 包括台志光你的基層同仁 他們現在在社會局 教育局急需的異例備員 這些父母最在意小朋友的安全問題 真的是一天都不能等 所以麻煩要拿出我們的戰力 你要有你的黑臉跟戰力 不然很擔心說 我們每次下來跟你開的會議 大概都在重複 原本應該就要有進度的市政議題 這也不是我們熱見的 好不好 好那感謝現在在場的媒體朋友 因為遠雄他態度蠻強硬的說 就是北市府無權介入他們的營運 那體育局這邊有什麼回應 我想大巨蛋它是一個BOT案 那所謂的BOT案呢 它也是一個具有公共財性質的一個公共建設 體育局雖然不會介入他的營運 但對於遠雄在VIP包廠的租借這個部分 我們建議他應該要更加的透明化 並建立一個公開的一個機制 那另外呢 對於我們市府的回饋天數的使用範圍 這是涉及到市府權益的部分 我們會來積極跟遠雄協商爭取 釐清這個彼此的權利義務之後呢 來捍衛我們市府跟市民的權益 議題 像他在議題回覆裡面 蔣萬安市長他的表現怎麼樣 那他有回覆到你的想要答案嗎 地方的市政議題 我相信每個議員都有接受到他的回憶 那很多事情還需要追蹤 所以其實民眾黨團也很明確的要求 希望蔣市長要多撥一點時間到議會 然後跟不同黨派的議員 要做一個便當市政會議 因為我們發現蔣萬安的期中考部分 從他自己的重大政策 包括學姐提出來的居住正義的 社會住宅的跳票 他確實也是看起來 並沒有辦法有積極跟具體的措施 來回應他過去政策明明提交 齊千戶現在不夠的部分 那到志豪哥他提的 邵議員提出他的消防人力的不足 跟一比一千是不是也可能正在跳票的路上 蔣萬安市長也並沒有辦法具體的承諾 未來可以做到 還有曾宇議員就台志光的監視器 還有毅力被圓 這樣子市府明明就答應過 但最近都還沒有處理的事情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這樣的座談是有意義 但是蔣萬安市府 對於他自己的承諾 跟對於議會的這些政見 他並沒有很積極的作為 所以我個人認為啦 他剛剛我也提醒過他 他常常在嘴巴上會講說 市府有相當的破例 可是其實我看不到他的戰力 包括剛剛在大巨蛋這麼離譜的行徑 居然可以發函來檢討市府 然後來質疑議員 那不積極的面對市民朋友的訴求 沒有看到他對球迷朋友的回應 我要送蔣萬安的歌 叫做楊敬如的勇氣 他真的需要勇氣來面對遠雄的傲氣 蔣萬安必須要有勇氣來面對遠雄的傲氣 所以市民朋友期待的是一個能夠對市政了解 然後有肩膀處理事情 而不是一個來走一個照本宣課或行李乳儀的會議 這是比較可惜的 這邊請教 目前監管廠已經這個 市府的做法是說 可能未來就賦予這個樓層勘驗來提供 不知道黨團對於市府現在的這個 他們剛剛他們他們的什麼 我們沒有剛剛沒有討論到這一題 監管廠 目前那個昨天監管處是說 未來他在報這個樓層勘驗的時候就不勘驗 等於說他可能未來就不能在二樓動 後續再繼續在二樓動動 不與時工 那現在這個樣子的做法不知道黨團的看法 因為其實剛剛應該這樣講 市政府依法行政的立場還要站得住腳 那相關的政策跟這個作為 不能會只套用在金華城身上 未來一定會被要求是一體在台北市 所有類似的案件 包括行政訴訟中 或者有被檢調約談 還是有送到檢聯 相關的行政作為要一體適用 要有一個標準在 那市府比較奇妙的是 一開始比較消極 後來要透過法院辦理 待會議會又說明不清 昨天又突然一個這個急轉彎 法夾彎說要對他做這個不予施工的這種做法 可能市政府要拿出來說他的法源依據跟他的道理 那當然民眾黨團的立場是 只要市政府能夠拿出相關的論述跟依法行政的依據 我們並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意見 對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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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用款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封窗 小ему I I F Y P 感谢观看